什么 娘娘追到楚国去了 正是 那楚国二十万军马 不就只剩下三千人吗 那娘娘的脾气这么大吗 三千都不放过 还是说娘娘要一鼓作气 拿下楚国 大王 娘娘虽然英勇 但素来无争雄之心 一气灭国之事 不是娘娘的风格 这本王能看出来 薛坤那傻小子都看出来了 寡人还看不出来吗 那娘娘是肯定 被什么事情刺激到 睡太好 起猛了 不能 吃饱了撑的 也不至 薛将军说 娘娘一子成魔 大王还记不记得 那次出征之时 娘娘表现怪异 大喊一声 我的儿啊 便冲了出去 老爷爷 嗓子不错 你之前是不是唱过信 还我的儿啊 冲了出去 寡人 寡人知道怎么办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大王都会动脑筋了 寡人要去振前 陪着我家娘娘 大王 田武刚说大王会动脑筋 你就 别出心裁 还记不记得上次 湘江会盟 差点被无几所杀呀 穷寇莫追 这个道理你们都懂 那娘娘追到楚国去 必有缘由 如你所说 娘娘 一子成魔 那这个妖怪儿子 那就是娘娘心里的 一根刺 反正这孩子呢 现在寡人也认了 是不是 那这次伤得娘娘那么深 这不 都把娘娘逼磨正了 逼到楚国去了 那寡人 必须去振前 陪着我家娘娘 把娘娘心里的这根刺 给她拔了 彻底把这件事情 给解决了 大王 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这林兹成 不是还有你 跟燕成相吗 难不成 你们还能把这林兹成 给寡人卖了 我楚国的武器 乃是最好的 报 禀大王 楚军大败 惊呼 全军奉没 你说什么 楚军进乎 全军覆没 都下去吧 我楚国二十万大军 全部葬送大器 楚大强呢 由楚将军坐镇 为何说得如此彻底 还有那个魏文斌 权能道长 出征之前跟我承诺过的 为何会是这样 你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 奴才劝了 劝了 大王 大王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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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你救救起 滚 二十万大军 都是骗人的 弟儿 赶紧集合人马 打点行装 寡人马上就要出发 去找娘娘 御驾亲征 大王输罪 验丞相 怎么了 大王 一定要三思而行啊 先王将你托付于我 当今国事可不比从前了 是 我知道 对了 还有一个是 把那个强身剑体之药 统统都给寡人带上 到了娘娘那儿 给娘娘好好补一补 是 接着说 大王 您若有个闪失 我大器设计 何去何从啊 你不等于拱手把设计让与他人了吗 你 你真要逼着我把林自成卖掉不成吗 还卖成 谁敢卖 再说了 我老田家 这不还有人看着呢 寡人心意已绝 休要再劝 让开 大王 让开 赶紧收拾东西 哎呀 楚将军 魏将军 还有国师 有什么话要说吗 是不是让寡人亲自去仓库找一找 父王那一辈的详书是怎么写的 然后我有样学样的 向齐国投降的 大王 臣 有罪 大王 万不得已 这也是个办法了 这也是个办法 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若不是听信你的胡言乱语 我也不会白白损失二十万大军 你该不该死 大王 那些士兵没有死 就是投降了 投降跟死有什么区别 大王 那还是有点不一样啊 留得清三三 不怕没财烧 再说了 报告大王 大师 大师不好了 还能有什么大事 七国军队杀到咱们楚国了 赶娘 再深入就是楚国的地界了 咱们要不要等等大王的旨意 等什么等 我都已经等了十几年了 我现在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 飞过去见他 十 十几年 甘想楚国有熟人 是 我有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下道 楚七两国世代之交 让你们几个人 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慰问兵将军 全能到场 我现在真想杀了你们两个 也结我心头大恨 来人 把香书顺表找出来 大王 投降 大王 把臣也绑了吧 臣打了败仗 愧对于大王 楚将军平身 寡人念你是条汉子 能在这个时候 还能把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 就凭这一点 寡人舍不得杀你 大王 那个厂生不老妖 贫道还没有给大王找到 如果大王现在杀了我们 那不就 就更没有机会了吗 我现在就应该杀了你 等到忠丽春打进来 恐怕我已经没命杀你了 好笑莫贝将军 我是笑我自己愚蠢 我原本以为楚王是这乱世的勇者 是最有能力一统天下之人 现在看来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楚王 也不过儿啊 你少来这套吉祥吧 大王 末将只是认为 您放弃的未免太早了些吧 齐国已经打入我的地盘了 二十万兵力全部投降 我再怎么死撑着 楚国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大王 末将等落败 皆因一个人 那个忠丽春 我们是打不过他 但是末将知道 在楚国还有一位老将军 定能击败忠丽春 楚国还有哪位老将军 寡人怎么不知道 姓氏名谁 姓王 名医界 韦将军为了活命 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 好啊 那寡人就成全你 你若能说服王一剑 为楚国出兵征战 寡人不但不会放弃 我还会筹集 楚国最后的兵力 让你一搏 来人 大王 先把这国师给我捆了 如魏将军不成功 就把他碰了 是 魏将军 救我啊 大王 慕家还须全能道长 在旁协助 还请留他一命 又来这一套 好 那寡人咱且让你再活一战子 若魏将军不成功的话 寡人将你二人一同碰了 谢 谢大王 大王 滚 纰人到此 傅将军不成功的话 你们想让我过来 甚至第七笔 了 虎 biri 媳妇 虎先生 这是 你 我 女人 要的是 什么 那么 我 谢大王 谢大王 好见 往辈卫文斌 拜见王一剑将军 不用试探了 换了眼疾 看不清楚了 将军 怎么会这样 我也想问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得去问问哪 让我得了这怪病的老天爷呀 晚辈还想请老将军 上战场赢敌呢呀 笑话 让我这样一个瞎子 去战场上打仗 我说魏将军 你不会是傻了吧 回吧 老夫帮不了你 将军 将军 我 魏将军找我伙思 我去见过那个王一剑了 他双目是名 瞎子一个 完全就是个非人 王一剑瞎了 那我们等什么 快跑啊 你给我回来 别总想着逃跑 你敢跑 我现在就杀了你 魏将军 现在此一时彼一时 楚王已经没有长生不老的念头了 把我关在这里 我也练不出弹药 我对他没有任何作用了 再说了 我以为你找的这个网一剑能靠谱一点 现在看来都没有用了 我们两个呆在这里迟早都有完蛋 不如赶紧三伙 逃命吧 逃不掉的 你练功的场所都是楚王给的 你以为四周 会没有他的眼线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楚小强恨透了我们 肯定派人将我们盯得死死的 你忘了 你之前不是跑了两次吗 还不是被他派人给抓了回来 这是天妖网我吗 大强 小强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来 把娘看看 没有受伤吧 怎么了这是 冰白如山倒 夫人 我实在是没脸见人了 娘 孩儿说了那样的大话 却这样灰溜溜的回来 娘是个副道人家 才不惯你们打仗的输赢 我呀 只关心你们两个是否能够安好 可是我们楚国万千将士呢 他们却没命回来 我对不住他们 多怪那个钟离春如此奸化 再加上魏文斌跟肉包子道长捣乱 我们才说的如此狼狈 你们 见过钟离春娘娘 何止见过 我还跟她跟儿子打了呢 什么 你跟薛将军交过手 我看你受伤 来让娘看看 娘 她武功高强 孩儿也不差呀 我儿真厉害 娘 你不是说你足不出户 怎么连七国东鲁王都认识啊 我 我 我那不是听街上说书的讲过 钟离春娘娘的故事吗 不管那么多了 我呀 只盼着你们两个能够平安回来 我就放心了 可是夫人 事情还没有结束 那个七国的钟离娘娘 已经带兵 准备要攻打楚国了 爹 魏文斌 我 魏文斌 我有话说 我没拦着你 说吧 你竟然真的带兵去攻打齐国了 这是楚王下的命令 我能不去吗 这个提议不是你提出来的吗 公主 这个时候还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 你还是想一想 怎么才能让楚王不降罪给我们吧 此次战败 楚王肯定不信任你了 你跟我回齐国 我向我大王堂哥求情 我好歹是齐国公主 我跟楚国大王和我堂哥求情 一定能保住你的性命 一定能保住你的性命 又要我做缩头乌龟 去投降 在公主的心里面 就是一直这么瞧不上我的吗 我是把你当夫君啊 我千方百计为你着想 你怎么这么不是好人心啊 好人心 公主说这话 也不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 你就不怕楚王一股怒火 抓了我们两个去向齐国要挟 我本是叛国之将 不足为心 但你可是堂堂的大齐公主 比我有用多了 楚王不会这么做的 他和我大齐交好多年 交好 交好 这些年如果不是中离春 日所五龙 大战陆林公主 朱沙白莲老母 你以为齐国能这般太平 楚王向齐国年年进宫 岁岁成辰 你觉得楚王心里 能愿意吗 你想的未明也太简单了些吧 这些年 如果不是中离春的话 我也不至于毫无见书 早晚有一天 我为文斌要出人头地 把他栽在脚下 可我担心你啊 我只想让你活下来 多谢公主关心 我为文斌受不起 魏将军真是好威风 好稚气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薛被人看到了 放心 你那个夫人啊 也就会耍耍鞭子 成天憨傻憨傻的 什么都不管 这府里的下人 我已经打点好了 你呀 真是个狐狸精 不然 怎么够走你的心啊 夫人 这位可人姑娘求见 可人 你先下去吧 是 夫人 可人 您怎么来了 赶快进来 可人 从骑国到楚国这么远的距离 你怎么来的 众离娘娘大败储君 一路杀来 我就跟着娘娘的军队后面来了 公主 您可想死我们了 自从你走后 老王爷也茶饭不思 我们都特别担心你 我爹 我爹他还好吗 老王爷身体还好 就是 亲身头没有以前足了 念着你在外漂泊 我心里难受 爹爹 然而不像 不是的公主 您被骗了 问问兵和夏迎春 他们明谋造反啊 什么 公主 我们快别在这儿待了 您快跟我一起回齐国吧 可人 你这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不行 那我更不能走了 我要留在这儿 看看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 要做些什么 可人 你快回去 给我爹报个信 就说我在楚国很好 而且你在这儿也不安全 你快回去 不行 公主 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 这样 您就更危险了 我留下 这样子 我们相互有个照应 也好 你介绍的那个王一姐 双目失明 根本没有办法上阵场 你觉得我是那种 会做无用功的人吗 难道你还有其他办法 我知道王一剑患有眼疾 我还知道 谁可以医治他 邓辰 是谁 秦月人 又名 赛扁雀 这赛扁雀的医术啊 可真高啊 是吧 对啊 对啊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呢 他是救人还是杀人 这人还能救人啊 肉都出来了 哎呦 那那么大剑 那什么东西啊 我还没见过这么一病人啊 好啊 你爸不是把他杀了吧 你刚刚可是给小庄开堂破肚了呀 这位大哥 我是谁 神医赛扁雀 对呀 我是神医赛扁鹊 我这辈子不好别的 就喜欢研究疑难杂症 别说这兄弟得了小小的肿瘤 他就是得了再严重的病 到了我这 那也是手道擒来 药道病除 可是他还没血啊 你看 大哥 我问你 你的手要是破了 流了血 会不会头晕啊 对啊 那他出了这么多的血 不得好好休息一会儿 睡一会儿吧 放心 醒了以后 我保证他人如其名 撞得像头牛 就是这里吗 应该是这儿没错了 醒了 真醒了 谢谢神医 醒了 小庄醒了 小庄醒了 你真是神医啊 客气了客气了 大家就把他抬回去 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好 多谢神医 多谢神医啊 大伙以后有什么事 看病的话来找我 多谢神医啊 慢走啊 神医先生 请你出山 请你出山 救一个人 这里面是定金 若先生 能够治好此人的话 另有黄金千两重筹 没空 没空 你耳朵如果没毛病的话 应该听清楚了 我说的就是没空 这可是黄金 看阁下住得如此寒酸 想必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吧 何必在我面前假清高 像你这种病入膏肓的人 我也不想跟你解释什么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呢 从外边看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的心已经无药可救了 黄金能买来什么快乐呢 对我赛匾鹊来说 我这一生就是要研究各种疑难杂症 然后把它们一一克服 还人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才是最快乐的事情 当然像你这种烦 走吧 我怎么突然讨厌 这位姑娘 你怎么也用这一招啊 装病就算了 这神医果然名不虚传 火眼金金啊 这位将军啊是武将 脾气难免极了些 还望神医见谅 可这话又说回来 医者父母心 神医总不至于见死不救 这位姑娘那真是 如花似玉 亭亭玉丽 秀丽端庄 落落大方啊 神医谬赞了 需要您去救助的这个人啊 真 真的是疑难杂症 除了神医 我也想不出来有第二个人 能够治了他 还望神医出山去看看 你呢 就要跟这位姑娘好好学学 这位姑娘不仅长得漂亮 话说得也中听 好吧 就看在疑难杂症 和这位姑娘的份上 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多谢神医 多谢神医 神医 王将军 晚辈请来的神医 定能医好你的眼疾 哦 这世上还有人 能治好我的眼疾 这天底下 还没有我赛匾却 治不好的病呢 是你 二位认识啊 老夫就是下一辈子 你也不让他治我的病 你你你你病去问你 归你来求我 我也不给他治了 你 告辞 别人 神医且慢 两位 莫不是有什么疏愿 哼 这个庸医 之前为老夫的小剑配麻药 只需要轻轻地擦伤 就会使敌军浑身无力 小剑的威力大增 让敌军闻风丧 可是有一天 麻药失效了 老夫就是因为麻药失效 才没有了防备 让敌军有机可乘 上了老夫的眼 落到如此的天地啊 可 可这麻药失效 跟沈樱有什么关系啊 问得好啊 老头子 不是我的麻药失效了 那是人家吃了我的解药 不过 我研究出麻药的解药 这有什么错啊 我能下毒 又能解毒 说明我赛匾 有这个本事 你呢 伤了人 又被敌人反击 说明你太弱 无能 你 还好意思跪到我头上 这事之后 他小心眼 不让楚国的药 布卖药给我 还不让我上山采药 害得我 弄点草药 偷偷摸摸的 我本来是那个 玄乎济世 拯救天下百姓的神医圣手 就是因为他 把我逼到药王谷 那种弹丸之地 藏了起来 都是他干的好事 老夫就算是下一辈子 也不让你治我的命 那你就瞎着吧 二位别吵了 这眼下 楚国国难当头 王将军是 楚国最后的希望了 您又是能 医治王将军的最后一人 二位若是能兵释前嫌 实在是楚国的大姓 楚国万民的大姓啊 我说 迎春啊 你怎么帮着一个外人说话了啊 你就这么想帮这个魏文斌 等一下 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这个迎春迎春的 叫他这么亲切 你还让我给他治病 难不成 你有什么图谋不轨的私心吗 不是 我 神医多虑了 夏姑娘 只不过是想请您 帮忙治好王将军的眼睛 也好为楚国效力 现在齐国的军队 可还在外面虎视眈眈呢 你们俩没来眼去的 你还替他说话 你们俩是一对吧 神医啊 您就别乱点怨怨谱了 这魏将军 是凌花公主的驸马 我只不过是齐王抛弃的一个妃子罢了 这齐王魂魁无道 却偏又野心勃勃 这战火都要烧到楚国来了 还望二位看在楚国百姓的份上 兵士前贤 出手相助吧 说得好啊 老头子 你眼睛瞎 耳朵不聋吧 你听听 人家一个弱女子 心里想的 都是楚国和楚国的百姓 你 找找找 好了 什么都不说了 我就为他治一回病 下不为例 是我给你机会 老夫倒是要看看你这个雍医 到底有何能耐 你错了 是楚国的百姓 给你一次机会 你 别动 小毛病 小毛病 老三 这怎么一股骚味啊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可是 我找人搜集了 九十九个同男同女的尿 什么 这是药引子 天风 没它不行 行吧 赶紧的 这会儿呢 可能会有点疼 忍着点 老三 咋上刀了 松手 不上刀不行 刀下留情啊 听我的 亲的 这一个大将军还怕疼 对 确实点 忍着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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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雍医 先别动啊 王将军 咋了 端好了 把这个药喝了 这 就那 童子尿啊 良药苦口 喝吧 喝了以后 保证你的眼睛就好了 喝 大将军就是大将军 什么苦都能吃 佩服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儿 恭喜王将军重见天日 王将军可以大显身手了 老爷 好 王将军射得好剑 怎么样 还说我是庸医吗 我可是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文桃武略 才华初衷的神医再扁却 就是比之前清晰了那么一丢丢 那么一丢丢 王将军欠你一个人情 王将军 给你继承一宫 王将军 这是起 怎么说 王将军 大王 你就别晃了 晃得我头晕 老臣进殿环顾四周 殿内烛火共四百八十一枚 王位的左右两侧各十八枚 就算是苍蝇蚊子 从老夫的眼前飞过 厉变公母 王将军果然是治好了眼睛啊 我大厨有救了 魏将军 我要杀 我要重赏你 大王 魏文斌不敢鞠躬 此事 功臣还有两个人 两个人 还有谁 一个是神医再扁却 另一个是齐姑曾经的北宫娘娘 夏迎春 神医塞扁却 齐国北宫娘娘 夏迎春 两位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二位现在身在何处啊 二人 殿外后旨 宣 宣 参见大王 炳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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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三人 五人 六人